有一種東西 他看不見也聽不到 可是所有人都在找他 那個就是幸福 這個飯店嗎 他的屁股 他的屁股嗎 有時候我們遠遠這樣子看 其實是找得到幸福的 這個真的都是你 你撿來的寶 然後可以變成一家 這麼有味道的咖啡廳 頓飯竟然做得 像是一張杯碟一樣 每週二晚上十點半 在台灣的故事 楊小玲和你不見不散 楊小玲和你不見不散